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存款取款 空荡荡的营业大厅里 现出异常的平静 一位年轻的男子 陪伴着一位青年妇女 走到大厅门边上的 ATM自动取款机前面 那个女的从男的手中 接过一张卡 插进了插卡卡 取多少 能取多少就取多少 取款机 依次只能取1500块 那就取1500块 先生 卡里还有好多钱呢 卡你拿去 你让我走好吗 你想给我手花样 不是 不是 那你就乖乖的听话 到柜台上去 把存着里的钱取出来 否则你透过自付 清楚了吗 好好 那 8万块钱全取出来 不 你没有预约 可能最多只能取两万 你就取两万 大喜 别给我添乱 知道吗 我知道 我保证 花钱小债 不要静静不迟迟发觉 我清楚 我清楚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 把钱取出来 以后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你要是想逃 我手里的枪可不认人 我明白 我这里有八颗子弹 我自己只要留一颗就足够了 你老公是做生意的 生意做的那么大 出点血也是应该的 你说对吗 先生 我拎得清的 你放心好了 好 我就在这里等着 你不许说话道 我看着 快去 好 我去 我去 小姐 你好 我要取款 小姐 你的取款单呢 取款要填取款单的 我忘了 对不起 就在那儿填单 谢谢 小姐 小姐 我填好了 小姐 你要取八万啊 我这个 全取取出来 小姐 是这样的 根据规定啊 不能够一下子取这么多 难道 你有什么特殊需要吗 我 我 我 墙签 什么 墙签 小姐 您大声点说 你有什么特殊要求 墙签 有墙到墙签 宋龙琴一边大喊 一边向走过来的一位银行保安充许 一下抓住他 藏在他身后 警铃一响 银行的各个通道在二十秒内全部关闭 三十秒内银行的钢制大门也关闭 110巡逻车在一分钟四十秒内赶到 防暴队在几分钟后控制大门 刑警803的苗震也和队友们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刘总 刘总 我是苗震 我现在在现场向你汇报 情况怎么样 据被害人说 他昨天晚上遭到三名歹徒的绑架 被拘行在一家名叫和美宾馆的308房间里 今天早上他们压着他上他家抢劫了现款和银行存折 并逼迫他的银行取款 被害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身上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是被捆绑似弄的 歹徒呢 已经溜了 不知去向 据被害人说 歹徒身上有枪 有枪 他看清楚了 是的 他说的非常肯定 明白 我马上就到 你现在立刻派人去和美宾馆 检查一下 昨晚他们诸国的房间 我已经派诸国平和乔丽娜去宾馆调查了 我让丁小军 带被害人在银行监视的录像袋中找线索 一有情况 我马上向你汇报 宋女士 你别紧张 我把录像再倒一点回去 你再看一遍 仔仔细细的看 千万不要漏掉任何一个人 好的 怎么样 有没有那个人 没有 是不是这个人 这个 不是 这个呢 也不是 他是穿浅灰色西装的 人有一米七十多 这样的 这是大厅右脚的录像带 不同角度的 从这里看应该范围大一点 你看 在角度里有个背影 是个穿灰色的瘦高个 好像不是 不是 你看清楚 真的不是 请进 小军 我已经把各个方位的录像都看过了 没有他说的那个人 或者说 那个人根本没有进入摄像机的视线 宋女士 你确定他一直跟着你 我当时心里扑扑跳 头也不敢回过去 他跟没跟着 搞不清楚 小军 再找 慢放 一点点的找 现在歹徒一定在拼命的逃窜 如果有了具体的形象 就可以在车站码头布控 能抢一分钟 就是一分钟 就在丁小军在录像带里 寻找那歹徒的身影的时候 乔丽娜和周伯平 已经赶到了和美宾馆 警察同志 我是值班经理 我姓郭 你好 你好 郭经理 我叫乔丽娜 你好 我叫周伯平 我们总经理在外面开会 他说他马上就赶回来 让我先接待你们 没问题 你们说的308住客早上就退房了 308房间的钥匙现在在我手里 住客的登记 我已经让服务员找出来了 好 乔丽娜 你先去房间看看 我去翻一翻他们的登记册 好 请跟我来 小诸葛把308房间住客登记的身份证号码 报告给刑警队技术科查询 不出他所料 是假身份证 由于住客走了以后 服务员打扫过卫生 现在房间里连一张纸屑也找不到 杯子也全洗过了 不可能有手印 乔丽娜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叶和诸葛平找那天当班的两位接待小姐了解情况 308房间的住客穿着浅灰色的西装 人有一米七十多 昨天下午一点住进店的 他进来以后就没有出去 好像在六点多的时候 大概是出去吃饭了 晚上很晚才回来的 那他是什么地方口音 好像是江浙一带的 多大年里 二十多岁 三十岁肯定不到 那他随身带了什么行李 就一只小包啊 对了 晚上他回宾馆的时候 还带了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有一米六十五吧 上身穿着黑色糖装 下面穿的是米色的裙子 这年龄好像比男的大 我们吃不准他们两人的关系 已经没有问 那这个男的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异常的表现啊 好像没有 早上他是九点退的房 那女的我们没有看见 宾馆里还有谁见过他们 昨天到今天都是我们当班 本来我们都要换班了 经理说要我们留下来 除了我们 大概还有门口拉门的保安 见过这个人 不过晚上他下班了 还有就是龙面的服务员 不过找他也不一定能问出什么的 为什么 他们不像我们 要一直在服务台里面站着 他们经常走动 所以他们不会注意客人的 那这个服务员现在在吗 他昨天夜班下班就回去了 考虑到该案涉及枪支 案情重大 刘刚向局里做了汇报 徐领导指示 立即成立专案侦破组 集中精力对该案展开侦查 一方面继续追踪行业人 另一方面详细询问被害人 了解案情情况 宋女士 别急 喝口水 慢慢说 来 先说说你的个人情况 我叫宋龙琴 宋庆林的宋 龙嘛 就是一条龙下面一块石头 琴是琴菜的琴 今年三十二岁 高中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嘛 没有 在家里呢 我老公不让我出来工作 他是开公司的 谁要是倒霉啊 坐在家里 天花瓣也会塌下来 真是 宋小姐 你能否把所有的事情 从头到尾都讲一讲 你是怎么会碰上他的 他怎么绑架你 怎么威胁你 要你来取钱 是吧 所有的细节 对我们抓坏那个坏人 都十分重要 希望不要有所遗漏 我记得很清楚 这种事啊 只要碰到 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的 我老公常在外面出差 我一个人经常闷在家里 后来为了解闷 就结识了一群小姐妹 到舞厅跳舞 跳舞嘛 就是要找好搭子 我们女的 碰不上一个好的舞搭子 很没劲的 谁能想到 跳舞会跳出这种事 这个人呢 就是我碰上的舞搭子 他叫孙心 是昨天在百乐门舞厅碰到的 当时已经52点多了吧 当时他什么打扮 穿了一套黑色西装 他脸很白 三十岁的样子 身上的香水牌子 好像是雅士兰带的 这种花香型的香水品质 很优秀 很有品味的 他身上喷了香水 你记得清楚 当然了 跳舞的时候 我们靠得很近 我可以闻到 他衬身上的香水味 他请我跳了一只摊狗 说实话 他跳得蛮好的 身子挺软的 扭腰啊 踢腿啊 旋转 每一步都很用心 都很到位的 你身上的香水 很好 是你 什么牌子 你猜猜 德国的 Escada 我可没有这么性感 Escada 太浓郁了 那一定是法国的 Kessel 也是一种 复合性香水 你的鼻子可真灵啊 你的品味也不错 清淡的优秀 那是少女型的 我可有点过 很配 你啊 很会讨女人欢心的 是吗 瞧 他们先为我们鼓掌 是为你 你挑的也不错 舞姿非常的漂亮 好 到我座位上 你去坐一会儿吧 行 你经常在哪个舞厅跳舞啊 怎么从来也没碰到过你啊 我也是偶尔来舞厅消遣消遣 没有舞班 我在深圳做生意 刚来上海不久 对这人生必不熟啊 那明天你还来吗 那今晚请你吃宵夜 可以吗 好啊 我看这个男人呢 不太像坏人 谁知道 人坏不是写在面孔上的 后来他邀我到学家会附近的一家 日本料理去吃夜宵 你就跟他走了 我想嘛 这种情况在舞厅里也是常有的 他们这种做生意的人 偶尔到舞厅里放松放松 遇上一个讲得拢的舞伴 请客吃顿饭 也不算什么 算是认识了呗 以后交个舞厂上的朋友 也不算什么吧 森心是他的真名吗 他没说 我也没问 逢场做戏嘛 这种规矩大家都懂 他也没问我叫什么 其实我当时也是很当心的 他没有摆阔气 只是要了一点小菜 一点酒 我没喝酒 只是点了一杯饮料 吃饭的时候 你们都说些什么呢 没说什么 就是天南海北的聊天呗 他蛮会说笑话的 就这些 对了 他手机响过一次 他接了个电话 对不起 没关系 喂 我是 是啊 好好好 我正在吃宵夜 不会 菜不错 有水还可以 马上就完 好 再见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你们做生意的 忙一点才好呢 还需要点什么 不要了 谢谢 好 小姐 买单 好的先生 请稍等 真不好意思 初次见面就让你破碎 小意思 毛毛雨了 没想到上海的夜生活这么热 半夜两点 像白天一样 要不怎么说夜上海呢 你这么晚回去 你先生不着急吗 他呀 在外面做生意 那就是你一个人在家了 怎么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你做生意的人啊 最坏了 那也是给你们这种女人 宠败的 先生 一份578元 这是600 不用找 谢谢 走吧 那后来呢 后来嘛 出了门以后 我本来想告别回家的 但是 他要我陪他散散步 说是消化消化 我就答应了 就这样走了一段路 后来 我看见前面有两个蹲着的人 看到我们 就起身走了过来 其中的一个 哎 其中的一个就是 押我去银行的那个人 后来我才知道 他叫杨峰 他大概 一米七十左右吧 先生小姐 我有一样东西 你们俩要不要看一下 什么东西啊 我不信了 你们看我肯定会大吃一惊 我又不是没有见识的外来妹 那你见过 这个东西吗 强 这可不是假的玩具强 放开我 别走 小姐 小姐 你们是谁 小姐 你别紧张 我们全是生意人 只不过是最近生意做的不顺手 想掉下头侧 问你切点重用 等你还有话 连本带利还还给你 别走 你要是不听话 我这把枪可不触眼睛 你要多少 一点点小意思了 给你 给你 全给你 你可不要乱来 只要你听话 我们绝对不为难你 那 就这点 你们却拿去吧 就这点 我平常身边不带钱的 那好 那你就跟我走一趟 去哪啊 你不是说 你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那就上你家去拿一点啊 好啊 走 你看清楚了 那个人手里拿的是真枪 我怎么知道他拿的是不是真枪啊 我从来也没见过真枪 那那把枪什么样子 你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像差不多 一样大吗 对 和你这把啊 一模一样 那后来你们就去了 和美宾馆 他们把我带到那家宾馆 问我家里的情况 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家没人 他们又让我给我丈夫通了电话 打通了 让我随便问我也就挂了 后来 就是要我回家取存款 说只要拿了存款以后就换我 我什么都答应 他们见我挺爽气的 也没为难我 就把我的手和脚捆住 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 也就是今天上午 他们三个人一起到我家去 他们在我家里啊 翻了大半天 下午让我出来到银行取款 哎 幸好我集中生智 在银行报警 要不然呢 有的苦头吃了 好吧 宋小姐 你先暂时在我们这休息一下 再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遗漏的细节 我们待会再谈 好吗 好 谢谢你们 真是太感谢了 被害人宋龙琴遇到的是一个老练的犯罪团伙 他们来无影去无踪 803如何才能找到线索呢 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阴谋贪奔 第二集 悬案追凶 苗震对被害人宋龙琴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后 刘刚来到办公室和专案小组一起分析案情 我认为啊 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有分工的犯罪团伙 他们呢 先引诱被害人上钩 套家中的情况 然后持强威胁上门抢劫 他们在宋家抢走了人民币一千元 港币五百 还有金银首饰价值约一万多 又逼迫被害人取出龙卡上的一千五百元 本来还准备啊 要他去定期存款 哎 刘总 探长 我觉得宋女士描绘的这个身心啊 很特别 从他引诱被害人手段来看啊 他不慌不忙 欲擒故纵 虽然只有三十多岁 但完全是个老手 对 而且他有反侦查的能力 知道银行有监视录像 他不进银行 让我们查不到他 嗯 另外他跳舞跳得很好 说明他经常出入高级娱乐场所 还有 他对香水之类的奢侈品非常的敏感 熟悉各种各样的名牌 这证明啊 他不像是在社会底层混的 对 哦 我还觉得 他们绝不是第一次作案 从那个人能放心的 让被害人自由的去柜台取款这一点伤害 只有作案老手 经验多了 才敢如此放肆 哦 当然 我这只是猜测 哎 很有道理 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放开思想讨论案情啊 而且呢 最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哎 越是有反对意见啊 越会产生新的思路 会擦出思维的火花来 以至于 我们每半一件案子 都会有很大的进步的 对 就在刘刚和苗震他们分析案情的时候 乔琳娜在河美宾馆当班楼面服务员那儿 找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那个男的大约在两点多回宾馆 回来的时候带了个女的 我看见那个男的带他进了308房间 后来呢 后来 他们没有出来过 到第二天一早我就下班了 哎 他是一个单身住客 带着一个没有登记过的女客回来 你就没有问过 这种事情 我们当服务员的不好过问 而且 而且什么 那个男的带那个女客进房间以后 大概五分钟不到 隔壁310的房客也进了308房间 哦 晚上吃饭的时候啊 310房间的一个男客 到我们宾馆发廊去洗头 就是那个1米7左右的 嗯 他在走廊过道遇见了一个女客 我看见他们在讲话 两个人的关系好像挺亲热的 哎 你能确定他们两个人认识啊 我们看人看得多了 这种人与人的关系 逃不过我们眼睛的 他们表面上装着不认识 其实是很熟的 既然认识 为什么要装着不认识 那个与310房间的男人讲话的女人 是不是他们一伙 乔丽娜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苗镇做了汇报 探头 我还有个想法 你说 那帮歹徒作案 有组织又分工 会不会让这个女的暗中监视被害人送女士啊 你是说她在案发的时候 她有可能在银行 嗯 那对 有这个可能 探头 我想把银行的录像放给服务员看 让他帮忙找一找 好 你马上带那个服务员来 我让小军准备好录像带 好 服务员果然在录像带里发现了那个与310房间男人说话的女人 那个女人在宋龙晴进银行大门前先到里面看了一遍 然后看着宋龙晴走进去 803把这个女人作为重要在逃嫌疑人 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紧急洗茶 要求各兄弟单位对各大中小宾馆旅馆和招待所进行全面检查 同时在网上通缉 徐惠分局经过仔细排摸在一家地下防空洞改建的招待所里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此刻穿灰西装的阳风正在招待所里坐立不安的等待着刘多多 那个在宾馆走廊里和他说话的女人 谁啊 我多多 怎么样 你倒是让我喘口气啊 有没有人跟踪 要跟踪也是跟踪你们 跟我干嘛 我告诉过你们银行的存款不要驱动不要驱动 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 怎么样 现在害怕了 走不能走 干不能干 你怪谁啊 还不是都怪你 没看住 银行这地方人多 怎么看得住啊 我不是挑了一个人少的时间吗 没用的 太阴涵你还能封住他的嘴啊 老子要是在里边 我就给他一枪 那你现在也在停尸房啊 说实话 现在的小偷啊 偷到银行存折都丢进垃圾箱里 别说我们了 这东西好看不好用 如果按上次一样 钱到手了 人也不说话了 这事情过去一个多月 太平无事 谁也不知道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之后回药 有什么用啊 谁让你当初不听我的话 哎呀 别啰嗦了 白俩他们走了 走了 八点半的火车去北京 说好四天以后在兰州会合 那好 票买好了吗 买好了 那 那这 十点十分去南京 去南京 有什么地方的票 就去什么地方 先离开上海再说 好吧 我们分开走 我先走 我们在火车站见面 嗯 好 那我去结账啊 谁啊 服务员 小姐 要不要开水 来 我从中口出去 等我走了 你再开门 你自己当心点 知道了 嗯 对不起 我们是公安局的 我们来检查身份证 一接到徐慧分局报案 803就立即出击 但还是功亏一篑 只抓获了犯罪刑医人刘多多 刘多多到案后 803立即进行审讯 姓名 刘多多 真实姓名 就是叫刘多多 刘多多不是你的真实姓名 你的身份证是假的 中山市没有这个住址 也没有刘多多这个人 我的身份证被人偷了 那你的真实身份呢 我没有姓名 也没有家 我到处流浪 我没有身份证 你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今天 昨天 你住在河美宾馆 用的也是这张身份证 是不是 昨天我没有住河美宾馆 你的手机包中 有一张河美宾馆 503房间的住宿单 你怎么解释啊 还你手机号码中 有宾馆的电话号码 你怎么解释啊 我忘了 你忘了 要不要我给你放断路向 让你回一回 路向 我们的政策你清楚的 你的罪行你也很清楚 现在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丢掉幻想 立功赎罪 争取坦白从宽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别问我了 你的同伙呢 刘多多拥不交代真实姓名和案情 为了突破这道防线 苗正和乔丽娜 轮番对她进行审讯 通过近三个小时的斗智斗勇 刘多多终于松口 她的真实姓名叫刘彩虹 江西乐清人 我们一共是四个人 领头的是谁 她叫杨峰 最后做决定的就是她 杨峰做生意 曾经发过财 后来就染上了毒瘾 有了那个爱好之后 她就离开家乡人 这个生意圈子 而离开熟人后 她的生意网络 等于就没有了 走投无路之下 她开始做起了一些非法生意 但也到处碰壁 我们是在一个叶总会的舞厅里认识的 后来就好上了 她没工作 用的全是我的钱 可是我在舞厅里赚的钱也不多 她有时候还要买摇头丸 没办法 后来她就逼着我去引诱男人 然后她出面敲诈 有一次我认识了森兴 她特别讨女人喜欢 杨峰就逼她入伙 让她引诱那些有钱的富婆 你把孙兴的情况说一说 我听孙兴说 她父亲是做生意的 家里挺有钱 她小时候读书不太好 连高中也没有考上 后来就一直在社会上混着 女人的事 她比我们女人还懂 什么香水 什么化妆品 什么名牌服装 她用起钱来大把大把 一点都不心疼 后来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她跟她父亲吵翻了 她父亲就跟她断绝关系 不再给她钱用了 以后你们就凑在一起了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上海来闯码头 森兴说上海有钱的男人多 这有钱的女人更多 那天她就带我去了一家舞厅 是家档次很高的舞厅 去的时候大概是十点多吧 舞厅里还没什么人呢 这上海的舞厅怎么人这么少 你别急嘛 上海人喜欢过夜生活 最起码要到十一点以后 这种档次的场子才会热闹起来 你来过 来过去我经常来上海 几个好的舞厅我都熟悉 你问你都过来了 也是吊凯子的 真的吗 你穿这么好 告诉你 她是做内的生意的 他们这种人进来 找个地方移坐 要一杯饮料 慢慢的品两个多小时 实际上是在等人 如果有人来了 这杯饮料的钱就对方付了 如果没人就自己付 那当然了 不过一般的说 总会找到愿意付钱的人 上海人做生意 比外地人聪明 先吃后付 否则 那些口袋里没有钱的小姐 那也不敢进来 跟这些漂亮的上海女人比 我算一个乡下人了 你不要担心 今天看我的 我保证弄一条大海 后来 她就盯上了那个新颂的女人 她和那女的跳完舞以后 约她出去吃饭 我就一直悄悄地跟着 后来他们就带她进了 和美宾馆308房间 我没有进去 我守在我的那间房里 看宾馆外面的动静 帮他们望风 你就看了一个晚上 没有没有 后来他们说那女的挺听话 只想保命 钱都无所谓 他们看她听话 才想到要去银行 拿存折的钱的 离开银行后 你见过那女人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她在银行里一叫 我们就知道坏事了 杨风就让我们 立即分头撤离上海 最好一个一个地走 可是她身上没钱 我就从森兴那 拿了钱给她送去 杨风是什么地方人 好像是 我不太清楚 他们不说 我哪敢问 那他们的真实姓名呢 你也不知道 他们不叫杨风 森兴啊 你不也是用假身份证 在宾馆登记的吗 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假名字 我是在舞厅里认识他们的 他的手枪是从哪来的 我不知道 现在他们在哪儿 警察先生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这是糊里糊涂的上了贼船了 把我放了吧 一接触到那些同伙的要害问题 刘彩虹就什么也不说了 最后他索性摆出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任怎么审讯 就是不理不睬 拒绝回答 就在这时 诸葛平又向苗镇报告了一个坏消息 看着 被害人宋龙琴失踪了 啊 宋龙琴失踪了 对 他说回家后会跟我们联系的 后来我们打他的手机 他手机一直关着 我们就上他家去 他家的门关着 我们怕有什么意外就进了库 可是他不在家 我们问了邻居 有人看见他进屋 但谁也没有看见他出去 我们给他的娘家也打了电话 他也没有回去 探长 他会不会再次被绷架 苗镇心头沉颠颠的 后悔没有采取保护措施 派人跟着宋龙琴 审讯刘彩虹之后 丁小军一句话也不说 直扑电脑房 乔琳娜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越想越觉得机巧 她忍不住地冲了一杯咖啡 端进了电脑房 咖啡来了 来 小军 趁热 提提神 谢谢 不用谢 小军 有什么新发现吗 还没有 你上的是什么网 全国追逃网络 查什么 我想查一下刘彩虹离开家的这段时间前后 有没有作案动机 作案目标 还有作案手法上相同的案件 你看 这个案子很多细节和我们这起案子很相似 持枪 犯罪分子一个是一米七左右 一个一米八左右 嫌疑犯在逃 上面的姓名 我想很可能是真实姓名 那你是说 他们就是我们要找到歹徒了 你看 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点像 好像是有点像 涉嫌持枪 绑架 罗索的上网 逃犯 网上编号 330382 0001100448 江西乐清警署 被害人报案 今年三月五日晚期时序 他在五场结识了一位男青年 在那男青年送他回家的路上 遭两名持枪男子抢劫绑架 被拘禁在一个当地农民的家里 后被害人逃跑 两名嫌疑犯在案发后逃离了乐清 根据被害人陈述 他们写有一支五四式手枪 一名男性一米八左右 另一名在一米七左右 小军 我们立刻和乐清公安局联系 让他们把详细资料发过来 好 803通过乐清公安局证实 乐清的那个团伙 正是在上海作案的那三个人 他们还查清了刘彩虹的个人档案 为了迅速打开刘彩虹的心理防线 在再次审讯之前 苗正和战友们详细讨论了审讯方案 刘彩虹说不知道杨峰他们的真实姓名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是真的不知道 另一种是知道了不说 他知道了不说 也许是哥们一起 故意和我们拖时间 让他们逃跑 还有一种可能 而且我认为这可能性极大 他们还犯有其他的案子 不仅是在上海 也不仅是乐清 因为从乐清到上海案发当中 还有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流窜在外 不可能不作案 而且这些案子很严重 说出来就是大事 所以刘彩虹他不愿意说 不敢说 根据这个假定 我再做一个推测 我这仅仅是一个推测 没有证据 现在我们知道 在上海 宋龙秦这个案子上 刘彩虹没有直接出面 但他参加了作案的全过程 他在现场 知道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但别人却没有发现他在现场 同样 我们可以推测 乐清的案子 他也可能在现场 你是说 与在上海的案子一样 被害人 没有发现他 对 但他有可能知道 乐清这个案子的所有细节 以此类推 他还可能知道其他的案子 包括那些 我们还没有掌握的案子 好 我们就以乐清案件为切入点 重审刘彩虹 再次审讯 小华的刘彩虹 会交代实情吗 请继续收听 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后 803对刘彩虹进行了审讯 审讯桌上放着厚厚一叠暗炫档案 苗阵似乎漫不经心的 从中翻出杨峰的材料 好啊 刘彩虹 既然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情况 杨峰 他的真实姓名是杨威峰 27岁 家住乐清市李家相 节197号 那 孙心的真实姓名叫林金 家住乐清市洪桥镇南街八号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你们不应该是在武厅认识的 应该在学校的时候就熟悉 另外 你不仅参加了在上海的抢劫 而且参加了在乐清的绑票 你还有其他的犯罪行为 你认为你不在现场 被害人没有看见 你就可以漫天过海吗 我不是故意隐瞒的 我怕我说出来 他们会报复我的 你应该知道的 法律是无情的 啊 我们的法律规定 对知情不报者 隐瞒包庇者 都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参与的一切犯罪事实 希望你迷途之反 给自己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啊 好 我认输 你让我喝杯茶 喝完茶我就交代 我彻底交代 好 好 这就对了 去年十月 我们在深圳 孙星在舞厅里搭使了一个浙江女人 杨凤在福田保税区租了当地农民的一间房子 让孙星把那女的骗到那 那女的一进来 杨凤和汪小赃就把她摁在地上 用风箱带绑住了她的手脚 你们要干嘛 你们要干嘛 把她的脚背上 快快 把脚往起来 小姐 对不起啊 让你受点委屈 来 你小姐一把 让她坐在椅子上 起来 小姐 你不要紧张 小弟我们全是生意人 但最近这生意做得不太顺手 想掉些头寸 向你借点钱拥有 等以后小弟手头宽了 保证连本带笠一个字不少 还给你 我说兄弟们也是穷出身 跑码头想挣点钱活命 这没想到 被人给骗走了本钱 这走投无路 才做这种下三流的事 你包涵点 我们也要的不多 就十万 我知道 你丈夫是做建材生意的 净出百万不在话下 可是我们只要十万 十万一到 我们马上放人 如果你认为可以做的话 你就点个头 好 既然你点头了 我们也不为难你 马上给你老公打个电话 让他把钱准备好 告诉他不要报警 要是报警 看见了吗 我这把墙里头有八颗子弹 我们一人一颗还多四颗 小姐 你男人会赚钱 用一点你也不要心疼 你要是不明不白的死了 那么多钱给谁用下 说不定 哪个外来妹捡了皮夹子呢 想问吧 还有啊 你们家里其他人的情况 我们也是了解的一清二楚 如果你不合作 你家里的人难保不出问题 你自己想想后果 好 给他松口 来 先喝口水 我给钱 我给 这就对了 只要你听话 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怎么样 现在就给你男人打电话 早点把钱拿回来 早点回家 不 好 我打 你男人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14983333001 14983333001 是吗 来 自己拨 你对他说 你马上需要十万块钱 马上需要 让他把钱拿到手户等着 半个小时之后 你再跟他联系 明白了 明白了 快打 拨呀 快进 喂 小涛 是我 你现在在哪啊 在公司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有些麻烦 你能不能马上 凑出十万块钱啊 我求求你了 我马上要 我欠人拿个债 现在不给我就没命了 哎 你不要去报警啊 别去报 你 你 你让你手下的人 马上到银行去取现金 对 半小时候 我再给你电话 记住啊 你千万不要报警啊 我们花钱消灾 花钱消灾 知道吗 哎 好 那个浙江女人以为花钱能消灾 可是等到她丈夫拿了钱送来以后 才发现自己上当书片了 钱在这儿 十万块 你没有报警 不敢 不敢 有没有别人知道 没有 没有 我接的电话就就马上取钱 好在我保险箱里 还有点现金 好 很好 你们先在房间里头等着 等我们弄清楚确实没有问题 马上就放你了两次 走 王小子 嗯 把钱点一下 走 大哥 钱到手了 把人放了 是放了 不 不能放 不放 干了他们 两个一起干 你要杀掉他们 怎么了 怕了 大哥 我们钱已经拿到了 按照道上的规矩 拿到钱以后就得放人呢 什么 规矩 什么规矩 就是有规矩 老子他妈的也不讲这个规矩 我喜欢把事情做得干净利索 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 别干了 算了 反正我们用的全是假名字 假什么这么一走了之 以后不可能再现实了 别说 不行 他们俩一定得死 可是大哥 杀了人之后 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你以为我们现在还有活路 我们用的是枪 他们已经看见了我们有枪 有了枪 抓住了就不是蹲几年的事 这一进去就出不来 反正怎么着都不能活 不 不行 不行也得行 我们哥们几个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今天呀 你的手上一定要燃点血 以后你就是想洗手不干了 也不敢出卖我们 对不对 来 现在就下手 王小子 开门 大兄弟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等一等 还什么事啊 先生 对不起 要委屈一下 我们先走 我们走了以后呢 你们才可以走 好 好 不过 我们就这样走了 还是有点不放心啊 万一我们前脚走 你们后脚就暴行 那这十万块钱在我们的口袋里头还没有热 我不会的 可就会闭归罩了 不会 不会的 你现在说不会 等我们一走 可就由不得我们了 大兄弟 那我 你们 你不要害怕 我们不会拿你们怎么样的 只要你们委屈一下 我们先把你们的手脚绑上 等我们走了 你们再相互解开 到那个时候啊 至少我们已经离开这个地方 那 好 好 我理解 好好 我理解 你好 好说话 我们也就好说话 我们绝不委赖你们 来 保重 对不住啊 保重过来 大兄弟 不能怪我们太毒啊 而是要怪你们俩 太傻 你们 你们还想干什么呀 你们还要干什么 别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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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的今天 兄弟我一定给你们俩烧香 什么 你要烧香吗 别别别 你们要是缺钱 我还可以再赔赔你们 我还可以再给钱 我家里没有孩子 我还有母亲 被费 现在要的是命 我们不要钱 亲手 救手 你们不能好死 妈 我让你妈 你们不能好死 你们在上海 对宋龙秦也准备杀人灭口吗 杨风说 先把那女的身边的钱拿干净 然后叫那女的给她丈夫打电话 让那男的给我们准备二十万 她说上次在深圳十万块太少了 这次要加点 上海人精明会做生意 要她多出点学 然后呢 杨风说 还是按老样子处理 警察先生 这些事我都没参加 我先前都不知道的 要是我知道 怎么也不会跟他们走的 现在我都说了 我通通交代了 你不要杀我 不要判我死刑好不好 我想活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杀人 我以为他们只是想要别人一点钱 抓住了也就坐几年了 我没想杀人 我真的不知道 带下去 是 警察先生 我是主动交代的 我要宽大 要宽大我呀 根据803提供的线索 深圳警方很快找到了杀人分尸案的第一现场 案件的细节与刘彩虹的交代完全一致 同时 深圳警方在现场收集到了毛发等其他证据 将很快送到上海来做DNA等技术鉴定 刘彩虹被打开缺口后 803加紧对嫌疑犯杨峰等人和被害人宋龙琴的找寻 那么宋龙琴究竟去了哪里 为什么他会不辞而别突然消失 原来宋龙琴那天回家后不久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 我宋龙琴 你谁啊 说话呀 不说话我挂了啊 喂 苏小姐 你好啊 你竟然说话不算数 你是 鬼人多往事 昨天晚上在一起 今天就不记得了 可我们哥们几个忘不了你啊 怎么 你向警察都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呀 行送的 你给我记住 你不要自以为聪明 你逃得掉今天 你还能逃得掉明星 你以为你告诉了警察 警察就能抓住我们吗 做你的大头弄去吧 只不过警察还没有抓住我们 我们之后就抓住你了 到那个时候 你别怪我都哥们几个对你 你 你要我怎么样 把钱放在上面 哥们都说我会自己来取的 如果取不到钱 我们就取你的头 你想报警的话 你就去跑好了 好 自他妈的不怕你 不不不我不报警 我准备钱 我准备钱 喂 喂 宋龙请接到杨风的恐吓电话后 十分害怕 甚至有点后悔 不该为了八万元情报警 给自己带来了生命危险 他觉得家里不能带了 立即收拾了东西 拿了存折 到十六铺买了一张船票 匆匆逃离了上海 宋龙请一走 警方找不到他 杨风也找不到他 杨风下达了三天后 在兰州会合的命令 自己却没有去兰州 藏匿了几天 杨风看风声已过 又准备活动了 这天晚上 被驱压的刘彩虹的手机响了 是他来的 杨风来的 快进 跟着我们说的做 喂 你是多多吗 我是多多啊 你好吗 好 我很好 你怎么样 在哪呢 你在哪呢 我在 杨风 你快跑 你不要来找我 不要来找我 杨风 你听着 你们是警察 我们是警察 杨风 我们奉劝你一句话 投案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 自首 你有本事来抓我 你以为我的脚是吃素的 我有八发子弹 我打死一个狗本 打死两个转一个 你有本事来抓我 我告诉你 你来 你来 你抓我呀 老子的枪在等着你呢 别太嚣张了 我告 他马上挂了 案子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803专案组成员有些急躁起来 于是刘刚再一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来来来 定上去 吃 来 冬筷子 小李大 来来来 吃 吃 刘总说是你就吃 辛苦几天了 这人是铁啊 饭是钢 来 冬筷子 怎么又停下来了 这现在的情况是 一是要急 犯罪分子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案 这不排除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啊 我们要全力以赴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这第二呢 是不要急 你想想 我们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了 只要这小子一露面 那就是瓮中捉鞭啊 刘总啊 你说的轻巧 你现在请客吃饭不是时候 谁吃得下啊 你小子 吃不下也得吃 我们在这吃不下 你知道 说不定他在什么地方 大吃特吃呢 来来来 冬筷子 多吃 这个挺好吃 你们想想 那个家伙这个时候 最有可能到哪儿落脚啊 他的亲人和过去的朋友呢 我们都已经联系过了 他们都说 自从阳风染上毒瘾以后 他们就再不和他联系了 这个 那么 他的毒瘾犯了 该怎么办呢 他最有可能去找的就是他过去舞厅里的人 为什么 过去他的毒品啊 都是刘彩虹为他准备的 现在刘彩虹在我们手里 他就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找到新的贩毒者 对 这不又有了新的侦查方向了吗 来来来 先吃饭 吃完饭以后啊 我们再好好研究 来来来 吃吃吃 吃 刘彩虹 冬筷子 吃啊 愣什么事啊 来来来 就是 事不宜迟 803连夜赶赴江西乐清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对阳风的家进行了监控 对阳风在当地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磨 苗镇他们首先查武厅里卖摇头丸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803从那些人那儿得知 阳风就在乐清 逢出现在当地的一家武厅里 他们守候了三天三夜 阳风终于在一家武厅里再次露头了 哎 探长 武厅里人这么多 他身上又有枪 你看怎么办 哎 要不我们就远远的监控着 等他出武厅的时候再下手 不行 万一错失良机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现在我们是在暗处 他是在明处 等他一溜 他又在暗处了 哎 探长 你说话呀 行动 马上行动 小乔 你立刻同时所有警人都掩蔽起来 以防歹徒发现后高级跳架 是 书哥边 在 你马上和武厅方面去的联系 请他们悄悄的把所有通道打开 万一有什么变化 迅速引导群众安全离开 是 小军 在 你跟我进去跳舞 我们慢慢的接近他 给他个突然喜极 是 千万不能让他摸到枪 一切以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为前提 我们这是在瓷器店里抓老鼠 一不能损坏瓷器 二要抓住老鼠 明白 好 行动 敏感的杨风老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在冰着他 他突然转身与苗震的眼神打了个正招 那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 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目光 这目光 令他害怕 他一愣神 突然从腰间拔出了手枪 几乎同时 苗震举起的枪 冲了上去 别动 枪犯 我是警察 开枪 枪放下 我这里有八发自然 都已经上床了 我的手指正扣在扳机上 再动一动 这辈子没有机会了 机会 什么机会 我不动是死 动也是死 反正是个死 如果我是你 我会争取多活几天 多活几天 我多活几天替你审计了 不不不 我早就想过了 自从我那天拿到这把枪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其实我这八发子弹 都是为我和我的朋友准备的 我不想用它来杀警察 我也不想用枪来杀那些人 杀他们 只需要刀就行了 那些被害人 已经把钱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杀他们 因为他们看见了我有枪啊 看见了就不能活着出去 你也一样 杨峰 就在苗镇与胆徒对峙的时候 丁小军从背后悄悄靠近杨峰 他见杨峰突然举起手来 叼起枪对着杨峰的胳膊开了一枪 随即用全身力气扑了上去 将罪犯压在身下 给他上了手铐 苗镇捡起了那把五四式手枪 打开弹夹 取出弹夹里的八颗子弹 就在抓获杨峰的同时 曾心和望小赃在兰州落网 案子破了 宋龙琴也自然回家了 但是他还会到舞厅去跳舞吗 当贪过舞曲响起的时候 请小心那美丽的陷阱 帮我下场地上来 可以看到我下场地上导致